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的不要外翻 这个问题一定不能有 你外翻之后你那个不好打 你要打那边的话你这个翻过来 肯定切 还要抱着头顶直线切 好 第二个准备姿势 你看打球所有的发力 打完球太松散了 每个球打完之后 重心准备 对吧 怎么样才能显得专业的 连贯才会显得专业 如果你打完一个球你就停 打完一个球就停 你是永远不会看起来专业的 看起来厉害的 然后那个杀球掉球不用看 因为最重要的是高球 高球打好了 那个掉球杀球的问题 基本上什么问题解决了 因为高球抢高点 他拍面 架拍 重心 发力 全包含了 你高球打好之后 这点掉球杀球那就是杀杀谁 非常简单 然后直接看这个抽档 你看你每一块抽档拍子打完都放下来 抽档球是不会从下面过去了 不是 你至少也要放在这个位置吧 对吧 你放在这里怎么抽档 对吧 拍这个位置 眼睛的位置 这是拍子对不对 拍子放在网口附近 眼睛盯着拍子都三点成为一线 网口拍子眼睛 好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抽档你脚步要移动 对 你脚 你是这样 这手这边对不对 走一步打 反拍 走一步打 每一步的脚步要不停的去动 1万次 2万次 3万次 5万次 10万次的练习 改到好位置 你把这些基础打牢之后 你以后自己再怎么打 他总会进步的 很多球要打10年20年一个水平 我估计你这个水平也持续很久了 第一打牢不是未来打二人 你会健康快乐赢球 怎么快乐赢球在快乐的 是吧 自己要看你往前上网的问题 每一拍这个正手上网 这个球都在这个位置 但是你脚趾朝这个位置 对 你看这个球是在这里对不对 在这里 你的脚应该对准那个球 脚尖 你过去的时候你脚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随时准备是这样的 球一过来 第一时刻 不是启动 跑再升 这很容易 很容易 噎住 球出来了 升拍 几步 准备 一步到不了 垫一步 就是这基本功 这些基本的问题 我觉得需要一个朝期 大概15天吧 像什么双打的战术 这些都很快的 因为技术好了 这些都很快的 在这个上面花时间是最重要的 要有这个意识 为了健康 为了以后打得更好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球友的一些问题 大家 我觉得很多人也都会有 然后呢 大家可以来这边找我一下 就是都是不要钱 免费的交个朋友 有机会来学院赚一赚 给大家看看你有什么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